是 那總共跑到哪裡呢 跑到 九的地方 所以特別需要九後面這邊其實也會有一個什麼 六個空白 應該了解因為九後面還是有 只是說你這邊感覺不出來 好那這個部分跑完之後 標題列的部分 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程式 是在做這裡 接下來的話第二個回圈是巢狀 巢狀回圈上面這個回圈比較簡單 第二個是巢狀回圈 這邊裡面我們做哪些事情呢 首先的話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的話第1個 4 i等於1 然後也是 等於9 i++ 往下 首先的話呢 我就要先做出什麼 這個 列 每一列的這個 編號 那每列編號呢 我就 把它輸出 加一個i 加上一個空白 加一個空白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決定後面這個公司 對不對 然後呢 預設值 j等於1 j的部分呢 就是其實是指的是後面這個值 i的部分是指的是前面這個值 OK 那我們怎麼樣把它輸出呢 我們用壞了 不過這個地方 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改為4 只是說 我們等一下 請各位再把它改成 4回圈看看 然後呢 它的結束地方是小於等於9 那輸出部分的話呢 怎麼輸出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system.out print的出去 一定是個i 加串接 加的串接 串接一個什麼呢 這個乘的符號 當然你這個地方如果你不喜歡這個 你也可以把它改x 其實x會比較像 如果你用star 感覺 不太出來 你可以 像我這邊是這樣 可以把這個改成x 大寫的x 這樣輸出的話 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像那個乘 比較像那個乘 那後面加一個等於什麼呢 它相乘的結果 相乘的結果 然後加上一個空白 ok 再來的話呢 我為了避免 就是至少會有空白 可是有哪兩種狀況 我會 再增加空白 第一個 就是說 它如果兩個最後的結果 這個 這個值有沒有 如果呢 它是 小於10 小於10 就是說 它只有 到9 就是它個位數字的意思 個位數字 還有呢 追 不等於1 不等於1 就是說呢 我剛剛有講過嘛 就是這一列 這一欄 就是這一欄 如果這兩個狀態 如果這兩個 不是這兩個 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呢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空白 這樣主要是讓它對齊 然後追加加 往下往下 那最後嘛 把它 加上一個換行符號 跑出來就是這樣的結果 我們再試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確定 讓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最後就會排得很整齊 就類似像這樣子 那等一下請各位 也花一點時間看看 可不可以 就是 把 Fall回圈 全部都Fall回圈 甚至可以怎麼樣 Fall回圈 全部都Fall回圈 就變兩個版本 一個是 99乘法表的Fall 全部都Fall 全部都Fall回圈 甚至是 後撤可不可以做出來 不是太難了 兩個就可以了 一個是Fall 跟Fall的版本 如果你可以靠自己 全部做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真的是同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OK 是啊 OK OK OK